手法 阿郡主 你们这是 听说青天身子不舒服 我叫厨房做了些他爱吃的 阿郡主 我们三公主已经歇下了 恐怕不再方便见你 要不 你请回 怎么 裴思学不是才刚走 这么快就歇下了 是 我们三公主头晕野花 应该睡下了 她是在生武器吧 秦秦 我知道我刚才说重话 伤了你的心 你不要生气 我也只是一时心急 我不让你出去 也是为了你好 现在外面动荡不安 人人都要拿你问罪 我和母亲 只有出此下策 你别呕气了 先吃点东西吧 秦秦 那个 你是裴衡府上的小司 浩云 好一个金蝉脱桥 他跑之前 就不想想我的处境吗 总算是逃出来了 你的府邸已成重矢之地 你随我回府 没有人敢伤害你 不行 我得去矿场 你要我带你出来 是为了救那些矿民 对啊 如何救 炸伏脉 你 你可想过 炸伏脉的后果 如今上岛意识官员 下岛凡夫走卒 都要你祭天一瓶名分 若你再炸了伏脉 情况只会更糟 到时候别说是我 可能连城主都保不了你 可是 事到人为 你不治事怎么知道结果呀 毕竟是一百多条人命 这可不能开玩笑 可那些旷民 都是男子 男子与女子本质上 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同 都是人命 你竟这样想 麻烦跟我拐进前面上谷 裴恒 我跟紫月约好了 在矿场见面 我得赶紧赶过去了 姐姐 我陪你解决 我不能看着你直身犯险 不用了 裴恒 我不能连累你了 我这日事也多了不怕眼 你就不要热火上升了 走了 谢谢 清清 清清 女儿无能 三妹她 跑了 你 你为何不躲 什么 三公主去矿场呢 这 走 我要去矿场 木槿 木槿新冲 就只有千千 清楚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您快拿个主意啊 通知护城军 随我去凌家矿场 是